我觉得我特别了不起 我觉得我特别了不起 什么 你好好开车吧 你干啥说什么 我觉得我很了不起 你拍我就是为了说这句话啊 我还以为什么呢 别啰嗦了 快开吧 告诉你 车一开起来 可就什么都听不见了啊 老婆 回来了 我今天做了好多年事 我已经出锅了啊 这么贵啊 那是 一会儿吃饭 我先洗个手 好 什么事这么高兴 老婆 你先别着急 我们呢先喝一杯再告诉你 来 老婆 老婆 今天这个裂聘网的 GCDC职业顾问来找我了 我们谈了一下 就为了解释你下午去哪儿 都这么打个圈子 什么圈子呀 我不就谈了点正事吗 你以为我去哪儿了 我哪知道你去哪儿了 去见网友了吧 王涵 你看你 我本来以为今天是个 特别重要的日子 你想啊 这个裂聘网来找我 说明我现在的职业前途 应该上一个大的台阶 虽然现在还没有什么 直接的结果 但是至少证明人家 已经关注我了 对不对 说不定什么时候 我就可以跳槽到一家 特别牛排的公司 直接当上高级经理的职位 那工资比现在翻好几番 你看我 我今天好严好意地 准备这一桌子菜 跟你分享 你看你 老婆 我错了 祝贺你 谢谢老婆 谢谢老婆 下次算就走了 好 我是个蠢货 我把全天下所有的蠢事 都给包园了 我错了 来喽 幸福的欧阳 吃晚饭了 来喽 幸福的欧阳 勤劳的小蜜蜂 已经为您做好了 丰盛的晚餐 吃饭了 吃饭了 那就五分钟啊 一会儿菜都凉了 咱们做好 我一会儿吃饭了 好 您吃饭了 腌肉 我会派一下 好 好 醇 现在 你在干什么 我 涛客到你在干什么 吃 吃饭啊 你不嫌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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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啊 我从小把你待在身边 把你当弟弟 当妹妹 对你毫不奢望毫无保留 我连洗澡都不躲着你 你呢 我 恶心 你什么时候有这种 下狼想法的 我长大了 靠 我也长大了 你把我们之间所有 纯洁 美好的东西 都玷污了 等我啊 这儿 那么晚 你怎么来了 借我点钱 你要钱干吗呀 吃饭 当我上来吃 我挣煮饺子呢 快快快 来 我无家可归了 没人搭理我 你管我这一顿 能顿顿管我吗 以前 我每次从北京回来广州看你 那你不管第二天有多大的事 晚上咱们必须见面 一旦面呢 我还得腿把你送回家 有的时候这走着走着听 现在结完婚了 这人 就没有以前那经纪人了 怎么停这儿啊 怎么停这儿啊 咱俩走回去 是人家远的呢 我一直以为 结婚是节约时间的好方法 谈恋爱的时间可以省些了 多工作多赚钱 但是我错了 为什么不留些时间给我们自己呢 阿云 我现在明白了 我跟他们没什么区别 谁啊 他们 车里的人 街边的人 那些吃吃喝喝的人 忙忙碌碌的 谁不得养家糊口呢 好多人还有孩子 也许大部分的人不算成功 但是 他们活得也还算全活 下了班他们还能享受天文之内 我跟他们相比就是多了点理想 说难听了 野心 贪念 仅此 愿望不等于现实 也许我活得还不如他们 你错了 你我 跟那些人 大部分都相同 吃饭 睡觉 偷懒贪玩 还爱贪小便宜 但是我们善良有爱心 要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们俩 都有一种狂热的偏执 一定要把事做漂亮了 不惜代价 不顾成本 就是要把事干漂亮 可是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俩的事办得都不怎么漂亮 这是我对你唯一的不满 今天晚上好好的陪我睡一觉 明天我就能复原了 余总 我想跟您谈谈 我要出去了 您能稍我一段吗 我路上跟您说 你个小王八蛋 你以为你踏过了一个水坑 你就敢说你闯过江湖了 你穿了一身西装 你就到处招摇撞骗 你以为骗整个世界呢 我告诉你 你就是一衣服架子 你连自己的老婆 都让人给骗走 你还有什么 什么都没 我想把黄金时代卖给你 你不是说交易取消了吗 我现在改主意了 改主意了 你以前是能拿到数据库 但是你现在已经一挖到底了 你凭什么跟我讲 我能来谈我就能搞得定 搞个屁 我告诉你 我这次来呀 就一件事 你们北京人怎么说来着 打你呀 怎么了少年 打我呀 打呀 你可你想啊 火力多壮啊 孙女多不棒 你当年从一都会手里偷偷相护 她现在开发黄金实在就是为了挣垮你 除了我没有人能帮你 我觉得你是在骗人 我没有 孔若金 没有 既然取消了交易 为什么又改变主意了 回头了好不好 好 你没必要向我来解释 也没必要向我道歉 不是 错的不是你 是赵小亮 我是希望你理解她 这是一个丈夫最本能的反应 虽然有点过激 但不出格 绝对不是因为审计本身 我相信她在财务上绝对没有问题 她的暴脾气就是因为 她觉得你威胁到了她作为一个丈夫的地位 这我们很早就谈过 您有一半的责任 谁让您追求一个有福之福呢 一个被调查的员工 他殴打总裁 我还有一半的责任 您不是在利用职位打压他吧 这不公平啊 那我也利用职位来提拔你了 我跟这件事情没关系啊 审计部门有自己的程序的 到了 好 长哥 盘哥 这是我们老板余总 这是技术部的常见 您好 这是仓库的盘贵 您好 余大伟 我余大伟代表我本人以及潘云小姐 ABA公司 对你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我知道你们这么做是给潘云面子 但实际上是帮了ABA公司好大一个忙 这个呢是一点心意我一定要表达的 在这期间 他们住的酒店 吃饭 唱歌娱乐 都由你来负责 多得无数了 我知道大家非常辛苦 在这段时间大家有什么需要的 立刻叫潘云小姐来帮你们安排 不要客气啊 玩好 休息好 谢谢余总 谢谢余总 你们先吃啊 我送给余总 如果赵小良愿意呢 我也是愿意和解的 我和他可以公平竞争 用不着利用职位 你去去忙忙 好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就是你的 要是密码卡 这是我的辞职 你也要走 我对你有过 不冷静的情绪吗 也对你已满过真相 我原本以为 你很高会把我辞退的 危险到底 只是没有东西 我想来想去 算了 我就别在这儿赖着了 你会去哪儿 看我的口心 好 这里面是M公司的 流程图 根据我们分析 我们公司的产品 和他们之间的需求 至少有百分之三十的 空间空白 我们的产品正好可以 满足他们的稀缺 那剩余的需求部分呢 可以由我们新开发的 产品来满足 这种需求 同时使用于其他公司 这个里面是计划书 潘云元 潘云元 你不管在什么位置 都是最棒的 没有 我只是陈总的助理 不是 潘云 我的意思是说 我之前跟你说的 我没有白正态度 让我那些话都见过一起吧 我是自私 小心眼 但是你也得承认 我也是有一定能力的男人 而且不坏 是不是 我不想给你那种 小人得志的感觉 你要是想离开ABA公司 我祝福你 但是你要想留在ABA公司 我帮助你提升 没有人相信 你潘云元 会做过陈雄奇的助理 谢谢陈总 但是我现在 只想做好您的助理 这份计划书您放心 我不会对别人提起 它全是您陈总 一个人的工作成果 好 很好 很好 车时间请老鱼吃个饭吧 好啊 有些事说开了 也就不叫个事了 下面我要表演一个节目 余总 小亮初来转到 年轻其盛 形势如麻 还请您多多包补 男人间的战争 应该是优美的 太受不了了 你们俩太肉麻了 我去想洗手间 麻烦你从没救 free 我们抹法 现在不再 咱能把事说开了吗 真 мяс 但我知道你喜欢潘云 我拦不住你了 我过来我也想 劝你 别太执着 因为潘云眼中 只有我一个男人 其他的男人 他都空谁 都是夸自己 哎 好了 我们也别搞什么 明正安抢子了 更不要拳脚相下 可是你打输了 好好好 就算我吃了点亏 好吧 但你也没占着 什么大便宜对不对 和平共处了 咱们做绅士 蠢爷们 小梁 其实我真的蛮喜欢你的 不然 我也不会请你进来 我知道的 所以我今天承袭承衣 来请你吃饭 想跟她讲 因为刚说到你的坏话就坏了 咱说什么 这儿快告诉你 对对对对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看你不好手 不好 你好 帮忙擦 帮忙擦呀 来 来 来 把外套脱了 快走 好 要不然去洗手间 去洗手间 好好好 擦一下 来来来 对不起啊 余总 没事了 这个快点擦 就不会留下印记的 我去你拿那个衣领镜 再投一下 谢谢啊 不好意思 不要紧 可以了 不好意思啊 余总 没事了 再来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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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可道 我给你打包了你最喜欢的猪猪包哦 还是热的呢 陶可道 出来吧 别生气了 喂 喂 鸭咕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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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最近还没煮好 你吃了 没 很饿 一会儿就好啊 我跟你说啊 以后就踏踏实实地在我这儿住 想住多久住多久 有我一口吃的 你就饿不成 千万别觉得愧疚 我有什么可愧疚的 你那么多摔坏的玩具 不都是我帮你修好的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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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辣椒吗 不吃 上火 长痘 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 你还怕 我 我说 你不会是童 童 不是 我们要是在一起 住那么长时间 不是 是 也不会找你这样的 那就好 你什么意思 我 我有那么挫吗 你说清楚 来 来 今天晚上要来的几乎 请 英国科学家最近发现了 脑细胞是可以再生的 再生的部分 就是控制记忆力的部分 我一练 可不得了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现在变充忧了 不是 来来来 你问我叔叔你怎么练的吗 紫禁胞贝了 这有什么科技含量啊 你随便说几个城市 我就能说出它的区号 你万一猜错了 你太没面子了 你 起安 零二九 上海 零二一 哈尔滨 哈尔滨啊 零四五一啊 何瓜多尔 太远了 来 没想到你还行 让我来考考你了 这儿出大糟了啊 房中 零五七一啊 行 长春 上到厕所啊 零四五七了 行吗 我都听见了啊 我都听见了啊 电话 你什么毛病 学也偷听了 这是我的一技之长 你想怎么着呢 你不懂 你真喜欢让任战略了 还是被人回上了 我跟你说啊 他呢就是我跟汪涵 婚姻生活中的平衡点 我也是他的 就是因为有他的出现呢 我跟汪涵才能白头偕老 我们俩就是彼此的这个心灵感弯 你病得不轻的 这些话是他说的 怎么了 那他就是高烧不退 你说这事有可能汪涵已经知道了 你给我告密了 用得着我告密吗 就你这点伎俩 你以为能瞒得住人家 你确 确定吗 坦白从关吧 你看见了吧 他没问题就见了鬼了 那天下午他还说他在公司 其实他根本就在外头 他在外头干吗 不知道啊 反正他后来给我的解释 我是不小心 你要我怎么帮你 帮我想办法呀 交给我来办 你早就知道男孩有小三 不告诉我是吧 也没有早就知道 真是他住我们家那天 完了 我们不是去酒吧找你吗 我就见他那女的了 回来呢 男孩就跟我招供了 说是 那是他第一次出轨 心里也特别难受 何欺呢 这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所以忍着没说 那今天打来电话那女的 跟那天的人是一个人吗 我哪知道 但我肯定他们两个 不止那么一次 以后这种事 要立刻跟我汇报 一会儿咱俩都敢站着 你还好意思说 看着绿苹果我压就酸 你给我削一盲果吧 谢谢啊 不 我削什么 你吃什么 安云 安云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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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